二零二零年地表最強電競手機 ROG鳳三與全球最受歡迎的 槍戰手遊Garena決勝時刻Mobile 強強聯手手速打造全台灣 第一個電競實況主選秀節目 由Suckon 貝利美 劉軒 相愛橘子擔任節目導師 將從海選脫穎而出的學員中 找出為贏而生的決勝之王 究竟誰能獲得這個榮耀嗎 歡迎收看全台首檔 實況主選秀節目 由ROG鳳三跟決勝時刻M合作的 為贏而生決勝之王 我是今天的節目主持人Kent 跟我們馬上來歡迎四位 重量級的導師吧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梗 希望今天能選到不錯的學員 哈囉大家好 我是劉軒 希望各位學員可以加入我們三隊 哈囉大家好 我是貝利美 希望今天所有的學員 都可以全力引赴 哈囉大家好 我是許子 今天我一定找到最強悍的學員 好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究竟這二十名 從海選脫穎而出的學員們 又會被哪一位導師給網絡呢 我們拭目以待 為贏而生決勝之王賽制雙名如下 第一輪比賽是由二十名學員 分出五組進行二對二的競賽 獲勝學員可優先選擇 要加入殺勳隊還是梅霞隊 失敗的學員則進入落敗區 等待第二輪比賽 但要注意的是第一輪導師隊 如果學員打五人即額滿 所以學員們除了為贏而生 加入新移的戰隊 才有機會成為決勝之王囉 首先來看第一位出場的學員吧 哈囉大家好 我是火鍋妹 雖然我叫火鍋妹但我很喜歡吃燒烤 那我的排位是傳奇 那我曾經拿過 CGI選馬賽的電軍 這一次之所以來參加 為贏而生決勝之王的節目 是為了想證明 女生的實力不比男生差 那我也想要送你們下去吃便當 那你接下來參加這個比賽 你又這麼有經驗 那你有沒有想要特別想要打敗的對象 這旁邊的亞瑟還有拿過冠軍的M4 大家好 我叫蔣維騰 我的綽號是亞瑟 我有參加過決勝冬季盃獲得季軍 還有CGI選馬賽獲得電軍 然後這次參加節目的目的 就是為了拿冠軍 那我想 我想先稍微問一下阿瑟 在對面的對手有你的女朋友 火火妹 那你該怎麼辦 當然是打爆她 吵架 第一場就來個情侶廝殺 會不會太刺激了 實在很想知道亞瑟會受下留情嗎 今天遭這段組合的時候 我是非常開心的 所以有機會好好教訓她 想必亞瑟平常被女友虐得很慘 才要趁此機會看看誰是老大吧 接下來趕緊來看這場情侶對決勝 你覺得精彩片段吧 哇塞 這個情侶對決 結果是由我們的火鍋妹 收掉了阿瑟啊 可以 這個東西是要連殺非常多人 才能拿到的 沒想到阿瑟直接拿出來 代表說他的連殺分數會不會來到 要找機器人了 直接來到菩薩局啊 一般人是不太可能把機器人打掉的 往前來說一波掃射 雖然是快要過熱了 但是先把第一個人 把第一個人員給收掉 來到這邊 有沒有辦法抓到第二個人 這個晚上準備睡公園 在一丟面躲了一下 但是看起來沒有任何的 逃脫機會 手無伏擊之力 我們要恭喜這場比賽 是由阿瑟跟哈斯基 率先擊敗了火鍋妹 以及是爽包的組合囉 不得不說亞瑟是今天唯一一個 就是狙擊發揮最好的 遠距離的盲狙 他不是開著晶找人的那一種 非常的帥氣 我覺得我還是得講 因為其實我們這一次不只是比自己的身法 跟自己的技巧 沒錯 我們還有這個指定機種 ROG Phone 3的 Air Trigger 3要使用 我是從ROG Phone 2開始 就用到現在的老玩家 完全可以手把手 教你們如何使用這個Air Trigger 3 選我們這邊就對了 我只能說剛好我也是狙擊手 那個以前的狙擊手啦 但是基本上概念 概念是常常 躲以前 大概四 七 九十年前 那導師激烈的爭獎結束之後 請問阿瑟你的選擇是 其實我以前就認識薩格老師 是從很久以前的一個射擊遊戲 該不會是被我打爆 現在要來報仇是不是 少來了你 對 被薩格老師拆破 所以我今天打算選擇 飛玉跟阿瑟 哇塞 他要來打爆你 沒關係 我要訓練小夥打爆他 為了打爆Suggan 狙擊高手亞瑟以及隊友Husky 都選擇加入門家隊 第一場學員表現就如此精采 不知道下一組表現會是如何呢 我這一次無的宇宙 綽號台北渣男 渣男不渣眼渣 想問一下一號學員 是不是在模仿孔流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是 我問一下那個 一號學員的實力自認 這樣太好了 我的排位講出來 大家已經嚇一跳 是新秀 但是我來到這次比賽 是要證明 只要有ROG奉在手 一樣可以摸到 大師傳奇的手 我們最強電競的手 邰學員 邰學員出來了 大家好 我叫溫泰翔 那我的綽號叫胡葬 我自己有在做Twitch的直播 那我很希望在這次比賽 正教我們就是我第一次參加比賽 請大家為我加油 我想問一下 因為他是說他也在當實況主 那他在實況中 最常使用的那個槍枝種類是哪一種 我最常使用的是突擊步槍 我很喜歡這種感覺 因為這讓我想起我以前當兵人的時候 職業軍員退伍的 是 我還會操作火炮 專門打炮的 打炮的 可以 哈囉 大家好 我是 哈囉 今天很開心來到這裡 會來的最主要目的 就是為了我們ROG爸爸 準備了5萬塊的獎金 那基本上看到今天這些菜雞 應該是沒問題 有實力的玩家 應該都不會嗆一下 用實力來面對面 那有實力的玩家才會嗆一下 因為我們就是瞧不起你們了 看瓜肉臭拽臭拽的模樣 戰場上奢利到底如何呢 跟著我們一起看下去 中路這裡兩邊是三公 側邊有兩個人 直接下風 下風 沒關心 雞翁 雞翁可以 直接用風朝香把別人 用蜜蜂也遮死了 我看一下 抱位 快點 來看一下 叫了一個 一顆一 像可以到這裡掉出來的 所以可以拿 一顆一顆 後來開箱 雞翁 雞翁 再來一個 快 雞翁 來看一下這邊 胡宙 雞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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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極竟然成功收掉 瓜肉臭影刃 可以 有沒有機會再收一顆呢 現在比數其實還是非常接近 翻轉 跳躍 正確 B 正確 瓜肉吧 他在跟我一起組隊的時候 他非常的 就是教了我一些東西 但是我非常緊張 剛剛你們達成一個壯舉 就是你們在贏下比賽的時候 兩個人都殺了九殺 而且我看你們的配合滿不錯的 好像是瓜肉 前面人賣肉 然後胡章負責收頭是不是 沒有 我專門在殺人 後面就是想說給他們多一點 生存空間 然後擊殺給他們多一點 我們鄉下比較喜歡 互相互相這樣 好看 老師對於兩位學員 有什麼要做點評的嗎 我覺得瓜肉很重要的是 完全不熟悉自己的隊友狀況下 還是很勇於地去喊口 但我覺得有點太積極的口 他隊友有一點不知道 有 到後面有一點迷嘛 後面有一點迷嘛 後期也掌控他的指揮啊 開始配合得不錯了 瓜肉 請問你的選擇是 剛才 跟老師這樣吹捧我 所以我其實蠻喜歡貝逆眉的 所以我選擇 沙根 對 不錯 我就知道 接下來就是胡葬了 我一開始來的話 是看橘子的頻道的 橘子來的 所以我覺得 這是他給我的機會 我選擇 橘子那邊的 對 轉眼間 梅蝦隊已經收獲三名學員 而沙根隊只有瓜肉一位 接下來上場的學員 他們有將加入哪一個戰隊呢 看完前面兩組 大家是不是很期待第三組啊 而且據說第三組還有 職業等級的玩家喔 哈囉 大家好 我叫我英俊 也可以叫我Rance 然後我之前有代表 DUPLAY參加CGI的賽事 還有東南亞的表演賽 那這一次在場中有沒有你覺得 最...最值得尊敬的對手 值得尊敬的對手是沒有 對我來說只有DUPLAY跟FBX 才夠格跟你對抗就對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M4 然後我有參加過比賽 然後也拿過很好的成績 謝謝 你是參加什麼比賽啊 CGI的 CGI的比賽 拿到第幾名 冠軍跟亞軍 MVOL你真的很爛 拜託你回家 不要亂亂 我帶著MAY 我會長三件 曾是昔日戰友的Rance和M4 還沒開賽就已經開噴 令人好奇接下來的2對2比賽 賽中 誰能拿下勝利 誰讓我們看下去 地圖來到的是頂峰之上 這張地圖我個人覺得 是短槍位比較多一點點的 長槍位的話是比較還好 那懶珠的話 現在是拿著我們的這個 特殊造型的皮膚的槍 來這邊一波對決 M4先手一個 對 拼一個 我的天 果然選手不是講假的 收掉對面兩名大汗啊 現在比賽已經來到10幾分囉 11比11的平手局 再往前推就要來到20分的大關了 目前兩邊都要打的 還是比較偏激進一點的 側邊一個高點位Rance 一個跟槍很準把M4給收掉 曾經的選手曾經的隊友 現在都已經翻臉不認人了 H14屬於一個機動性比較高的槍 但是它的缺點是遠距離 比較沒有那麼好發揮 中進局都算可以的 一波滑蠶 這波跟槍的M4 Double kill兩下的殲滅者 一槍一個直接帶走 不留下任何痕跡 他已經了 藍方現在已經拿下更高的比數 這一分就要結束比賽的情況 時間已經到了 我們恭喜這場比賽是由藍方 也就是我們的BOOG B 以及Rance拿下這場比賽 其實他們剛剛那一組 算是今天最精采的一組 四位選手都是非常頂尖的 只是我比較好奇 就是我比較少看你們用PASHA 是你們比較不喜歡這個技巧還是 我先說我好了 因為我原本是兩指玩家 對 所以就是以強戰遊戲來說的話 我只能開槍 我開槍的時候就沒有神法了 所以我的注重的話 是在槍法上面 你現在還是兩指嗎 現在改三指 就是有經過比賽之後 有人給我建議 那像我的話 我是看狀況 因為我平常本身就會爬也會跳 今天這樣子打的話還沒有 我覺得不太需要做到爬了 就是基本上他們槍口 沒有對到我 對面比較不準的意思 沒有自信 結果Rance和Bokeby 兩人不約而同 都選擇殺軒隊 目前兩隊都是三位學員的情況下 究竟哪一隊會先額滿呢 OK 緊接著來到的是 第四組的雙刃對決 是由我們的Chill Song 以及是ROG LEAD的組合 要對上的是小火 以及是同服的組合 其實我在比賽過程當下 我沒發現的話 他在殺人 我就一直在找敵人 然後都想說 怎麼敵人都不見 然後就一直找... 然後找到第一個敵人 第二個敵人 就結束了 來看人家這邊球場 球場先丟了一個燃燒瓶 AV40 看起來這個索要位移 果然是高端玩家 先收掉了小火幫 自己隊伍添得第一分 ROG LEAD在側邊的話 則是被同服給收掉 同服的話 看起來是拿出了我們的 散彈槍或說現彈槍 這波再收一個 同服是拿下雷局40 然後直接把球場給解決掉了 接著換成他的現彈槍 往前來做抽包 有沒有機會一收兩個 但是你要說兩個有點危險 換這邊 打一槍之後來回的拉扯 先到一年後面 這邊跳出來一手 很危險耶 哇 曾經的選手 果然不是蓋的 包含同服也是現在 我們夏季錦標賽 夏季杯的選手 來到了側面的小道 手握了一下能扭屏 一波的掃射壓槍是有小果 開槍 但是同服拿下人頭 同服今天這次比賽的 感想如何 能跟隊友的合作 配合 我覺得上次不錯 真的有配合到嗎 有 有 我 你知道剛剛那場二十殺 全部都是同服殺的嗎 有 有 最後一殺 最後一殺的鏡頭就是我的 其實我很不想那個 脫破小火 就是因為其實最後一個 你射到他大概九成的血 然後最後一把子彈是 你隊友把他放在那裡 太難過了 太難過了 就是你的畫面 看起來是你殺 但是其實是你隊友在你後面 然後他幫你補掉最後一把 我是一開始就看出同服的實力 你一開始就看出了 對 你一定要來我和小梅的隊 同服學員 你的選擇是 我們說沙梗是 我有在關注一位選手 OK 就是前 SF的直接選手 什麼前 現任 你先 不好意思 人要服老 最近還有比賽 聽說沙梗隊現在剩下一位嗎 那如果不嫌棄我這個 超級新手的話 我覺得OK 對 因為我們目前有不錯的Call 對 不錯的槍手 就缺一個潛力股 沒錯 讓他們來罵了 對 因為他們如果不能打輸 你怎麼這樣罵 不是啊 總要有一個散犯嘛對不對 總要有一個散犯 由於同服和小夥都選擇沙軒隊 目前沙軒隊已經是額滿的狀態 接下來壓軸隊我 如果出現大師級的學員 那就不好意思 只能笑納給梅下隊了 聽說壓軸總是特別厲害 我們就來看一下 第五組的學員吧 大家好 我是狗城 遊戲名是FPX的Doctor 我拿下CGI的冠軍 還有很多CODM 表演賽事的冠軍 聽說狗城是我們CODM的單挑網 感覺遊戲的技術 已經是非常非常純熟了 但是我們這一次 指定用機種RG凤3 不知道你有沒有對這款手機 有特別來去了解 它怎麼操作呢 我有向KH請教 因為我知道它自己有一台 所以有事先請教它說 需要設定什麼其他 跟一般的手機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有特別做功課 沒問題的... 難過各大賽事冠軍 以及單挑網名號的狗城 接下來表現會是如何呢 我們來看一下狗城 現在來到這裡 是有可能發現敵人的 跟敵人正面交火 兩邊都是半殘的情況 往前跳了一波 準心不斷是黏在 有可能會出現人的位置 這個準心真的是非常非常到位 但敵人也是直接來到了轉角 後面田山先生是被收掉 這邊六台六七七 又被狗城收掉 可以來快速躲避 這邊堅壁子的攻擊 一槍又帶掉一個 再一槍又帶走敵人 我們恭喜狗城一張東西 成功的擊敗 田山先生以及如果查六七七 狗城他的那個人數越少 他越強 因為他畢竟就是單挑冠軍 而且他... 我剛剛看他打法 就是他整個流程都很熟練 而且很準 一槍一個 對... 但是五打五可能就不一樣了 我覺得那個沒有一個 隊伍沒有一個好的call的話 你少來了 你是覺得很遺憾吧 不小心把這個台服單挑王 放到我們這邊了 是滿恐怖的 當梅蝦隊開心收下 最後兩位學員的同時 第一輪比賽也告一段落 而位於落敗區的學員 則抽籤進行第二輪五對五的競賽 再後有兩隊老師挑選核式學員入隊 兩隊學員到目前正式底定 而接下來兩隊必須接受一項神秘的任務 他們將化身演員演出兩支乾爹的影片 而這兩支影片的觀看數 將大大影響接下來的戰局 究竟這些學員 哪一位能成為我們的為贏而生決勝之王啊 敬請持續鎖定節目 接下來還有更多精彩賽事等著你 誰才是乾爹影片的優勝者 更多決勝之王精彩內容千萬別錯過